今天是端午节 也是我的生日 今天我是41岁了 本来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但是我感觉 我过去那种噩梦吧的生活 这种的无赖呀 今天 被我撞的那个男奶奶 他的儿子 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他现在不要钱了 他接我帮他 他帮他妈妈看病 但是看病也有钱呀 而且看病 比我值得赔给他还有麻烦 因为我待在这里我感觉 那个心态奔的 如果现在没有奔 可能还会好好地帮他看病 现在奔掉了现在我只能 相信各种办法 高培的一次性把他赔的是最好的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 做法就程序 就是到时候他们 看我多少钱我就是多少钱 这个 我个跑掉 毕竟这个钱也不是说提门售资是吧 但以我的能力我只能赚一点还一点 我不能说 一字性结型的 一字性只得二十万 你看这个对我来说 太难了 但是他好像不相信我就是就是把我跑掉了 那我现在也是 回想到老 毕竟这个钱 实在是太难赚了 我去年一年我再赚了一万多块钱 不管怎么样 今天 毕竟是我的生日 所以呢我想 给自己 过一个 生日 因为我以前存的没有过过生日 所以说 今天去外面买一点东西 回来圈住一下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里边了 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没吃饭 我一直在想问题 一直在想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我时候有一句话 叫做 一分钱要辞英雄汉 到了没钱的时候 真的是太难了 先给自己 过一个生日再说吧 现在买了一份这个饭 好久没吃饭了 然后在前面买了个蛋糕 现在去拿了个 蛋糕 现在我这个蛋糕 买回来了 没想到 居然是我一个人吃 这个就是 我的生日蛋糕 然后今天晚上 再吃一个 这个脆皮鸡饭 我以前 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所以今天呢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第一次 吃自己的蛋糕 自从我来到猴子市 我很少吃饭 不是包子 就是那个大饼 或者是方便面 今天的话呢 要好好的吃一顿 这个是我在房间倒的这个 鸡皮脆饭 这个菜很多 但是我喜欢吃饭 这个饭 太舍了 今天的话 就是随便吃一点 就算是过了一个生日吧 本来今天想好好的吃一顿 结果那个蛋糕 吃了几颗 就是不下了 那个饭也是 吃了一点点 但是呢 人生啊 还是要积极向上 遇到难题 要把难题解决 困难 只是暂时的 我相信以后 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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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